字幕提供 你知道我現在為什麼坐在這邊嗎 我真的看他滴買一桶水 要多久的時間 喔我跟你們說他出這種 舊大樓就是這樣子 怎樣我就上班啦 我一天的產能很高耶 我一天不上班你知道他少賺多少錢嗎 天啊整個滲水垮下來了 天啊整個滲水垮下來了 看一下這個天花瓣這邊嗎 登啦 老闆你的地板 還有天花瓣 然後這上面還有三塊啦 這一個垃圾場嗎 這從哪邊低啊 這麼多位置是不是 喔我跟你們說他出這種 舊大樓就是這樣子 我都想搬家了我說真的 這樣給我搞下去我就想搬家了 不要做老鼠的事情 這個都不要 怎麼辦 這上面還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這是從上面拿下來的 什麼東西 那個素食的箱子啊 那個貼箱子 這個箱子為什麼要在上面 不知道喔 看看我上面沒有藏一些奇奇怪的東西 只能這樣子的 不然怎麼辦 我還把這些東西拆一拆好 可以幫忙一下 我們把那個 情況下都先 對這個 天啊這都濕掉了耶 好扯喔 幹還老鼠 怎樣我就上班啦 幹我一天的產能很高耶 我一天不上班 你知道他少賺多少錢嗎 還好這邊沒有 不然我的電腦就完蛋 那邊還有一塊 那邊還有一塊 要不要拍一張 靠 好可怕喔 我要先把你把它移開 我覺得桌子 沒有 我覺得我們先把這邊清乾淨 清乾淨之後桌子這樣往這邊移進來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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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吸一吸變這樣子啊 不然我以後真的不會再買 這一台吸塵器了 真的 我受不了 我跟你講我們全包是一次買三台 那時候特價的時候買 現在已經沒有一台可以用 沒有吸一吸的 阿不然就像你剛才變那麼大聲 現在是那個防防演習是不是 這麼快喔 就沒有吸力啊 然後聲音很大聲 拿去維修說還要三十千塊 我不知道它其他款的好不好 但是這一款真的不能這麼 那它吸一吸怎麼會變這樣子 那真是烏肉偏黃裡面 老鼠肉水吸成細 沒有押韻 發展 這個位置 那個沒滴水 我把它移出到外面之後呢 然後給它下雨 然後啪啦 我這個桌上全部都是水 欸有可能欸 因為現在上面那邊其實是 它都濕掉了 它原本這個是全濕的 那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一不做二不修 反正坐是搬去那邊 我搬來這邊嗎 暫時先搬去那邊 只能這樣子啊 不然 因為這一區 現在目前災難是這一區嘛 那我們的電腦還在這一區 其實是很危險的 我現在為什麼要坐在這邊嗎 你知道我現在為什麼坐在這邊嗎 我正在看它滴滿一桶水要多久的時間 這樣我才能知道我晚上到底要不要睡這裡 我睡這裡 我晚上幾點要起床倒水 不然我的低毯可能會全部都死掉 你們大家可以試試看我們的防水 怎麼會有什麼防水 欸欸欸欸欸 這時候呢 拍這集有多貴 我置錄一下 不過分吧 你看我辦公室亂真這樣子 我辦公室完全不能用欸 置錄一下不過分吧 來吧 進入正題 我賣了這個手機可能賣了五年 我發現之前我們的行銷對象都錯了 我們一直在說 如果你要到海邊游泳 到沙灘玩沙 玩水 你就要用Catalyst防水手機把我割 現在我覺得我錯了 原來在家裡你都需要 尤其你住頂樓的話 這裡一個 我已經用樓梯上去 用旗筆把它畫個圈圈了 你看那滴水 這邊一個 你這要怎麼會滴水 這裡面有一個 這裡 這裡又一個 都是啦 都是整片都在滴水 都在滴水了啊 喔喔喔喔喔 水越來越多囉 一個在滴喔 兩邊都在滴 不是三個位置在滴 好可怕哦 剛剛我們看了之後還沒有這樣 一點一兩點 你現在已經開始 現在就是用這樣接水啦 先把水然後接到一個地方 先激動它一點啦 對對對對對 那我們就要放很多水桶 像那個森卡那種 越滴越多 對啊對啊對啊 欸剛剛一滴現在三滴欸 三個位置欸 現在上面已經全部都鋪了這個 接水 然後呢最低點 等一下水會全部往這邊 中間那邊集中 等一下呢 水滴多一點的時候就知道 集中在哪裡 然後再把它挖一洞 然後下面 再接水粉 暫時先這樣子 又在擴散了 剛剛以為 只有這一區而已 結果現在我們這邊擴散了 這邊也在滴水 所以總共有四個地方在滴水 喔喔喔喔喔喔 再滴了再滴了 喔喔喔喔喔 兩滴 喔這真嚴重欸 對啊 嗯 這是好改正的 是今天上班 你落後 啊那 像上幾天 當有一個連假我來 我這裡就做水災啊 啊 現在暫時只能用這個 因為外面在下大雨 啊你 啊你現在 在那邊 注意到我在我 準備到這邊 我今天 jumps 還沒上班 因為 really 水滴完 我看多久要滴 不然等下半夜 看我晚上就在睡在這裡 好那房東呢 現在的處理方式呢 就是先暫時找人快速的 先把這些水先接起來 然後呢集中到一個地方 昨天呢我們很怕這個水會太多 再接下來一整個禮拜都在下雨 下雨要下多久我們不知道 再來就是雨停了之後 最早要等個七天十天 樓上才能夠施工 施工過程之中還不能再下雨 這個也是最可怕的 所以要什麼時候不知道 所以呢昨天來施工的這個師傅呢 去買一個更大的水桶 就是擔心禮拜六禮拜天 如果說我們不在公司的話 怕水會滿出來 那現在有兩個地方在漏水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這兩個地方會低 那我現在希望能夠這件事情 趕快落幕啦 我這個辦公室現在已經都亂七八糟 已經沒有辦法工作了 不然我之前裡面都有拍片 然後沙發也都搬出去了 桌子往後側了閃 結果前面這一塊最漂亮的自然光 我現在也用不到 結果非常可惜 現在暫時坐著往後面側了 然後呢 地毯的部分呢 也因為這個水漏下來 然後天花板爛掉 然後整個掉下來都弄髒了 甚至天花板因為有一些 可能老鼠啦 老鼠屎都掉到地上 非常的 所以這個地毯 我可能到最後可能也要換掉 不然這樣子 我覺得不太衛生不太乾淨 好啦這部分要怎麼處理 我到時候再跟房東問問看吧 看有沒有 這地毯看能不能算他了 我不知道啊 今天就跟他分享到這地方 所以呢 跟大家分享就是 通常每一棟大樓 商業大樓 或住家 頂樓呢 view呢 絕對是最漂亮的 但是這也是最危險的一件事情 頂樓漏水 這件事情 真的很麻煩 真的非常麻煩 我們社區現在就遇到這樣的問題 下次有機會 我在直播裡面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邊也跟隨便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頻道呢 現在已經有超級感謝的功能囉 在影片的下方呢 有按讚對不對 然後有訂閱按鍵對不對 那在右邊一點點 有一個叫超級感謝 那你在留言的時候 你可以用超級感謝 然後呢 按下你所要贊助的金額 那麼就可以贊助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頻道可以持續的經費 延續下去 然後拍攝更多的 很棒的議題 或者是內容給大家 超級感謝的部分在版面看起來 就會特別顯目 可以讓創作者呢 更容易看到這些留言 然後對這些粉絲們進行回覆 好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地方啦 後續樓有什麼結果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啦 那現在頂樓呢 他們要整個挖掉重做 然後等 看什麼時候 或如果有什麼進展 或什麼改善 那再跟大家說囉 搞不好有一天 你看到我穿雨衣 在公司裡面上班 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上面這些器材怎麼辦 有些相機跟鏡頭 這邊加一加 我所有的東西超過100萬 很像清朝那個併子 清朝不是 大膽 你看喔 跑不上不是這樣子 什麼神功護體 他就拿魚掃柱 他的吸神器